美国对他们来讲 亚洲有一个中国大陆在崛起头痛了 但是在欧洲呢 还有个俄罗斯啊 对不对 俄罗斯现在呢 又要持续的发展 你看连极音速飞弹也成功了 而且还是由普丁亲自宣布的 说再度成功试射高超音速飞弹 那他说从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军舰发射 我怎么念这么卡 你就只要讲北方舰队的旗舰就好了 击中400多公里外的海军目标 你看金平 上次大陆这个极音速 这个就把美国吓坏了 现在呢俄罗斯 普丁亲自告诉你说 我们又再度的成功试射高超音速飞弹 你看美国心里面会作何感想 恐怕美国真的看不见 中国跟俄国的车尾灯了 因为俄国的这一型的飞弹是告实飞弹 那其实在2013年开始研发 然后2015年首次试射 一直到现在他们不断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那这个是在 这次是在北极圈 他的这个这一款的这个告实的这个 高超音速的飞弹 他的时速大概是在八九马赫以上 非常快 那其实跟中国在研发的这个 高超音速飞弹 这个高超音速的滑翔这个武器 是一样是几乎同一个level 同一个等级 甚至俄罗斯 我认为俄罗斯的技术可能 不逊于这个中国 两个几乎是不相上下 所以我才会说美国看不见中俄的车尾灯 那他是在北极圈 这个北海舰队的旗舰 戈尔什科夫的海军援率号 他的这个旗舰 他是可以在水面舰的舰艇 跟潜舰水下 这个舰载发射 然后是那种 也是那种垂直发射 你看那个飞弹的那个舱盖 一打开来 然后那个火焰就很快 然后等到那个集中目标 他在整个下那个往下滑的时候呢 那个是那个整个速度啊 是没有办法防范的 这个是为什么美国那么害怕 那他是击中了400多公里外的目标 其实俄罗斯他是宣称说 这一次释涉两次 那接下来到明年初以前 还会有лив mathematical 对延案的目标进行不断的这个释涉 他是预计2022年 就是后年他准备要量产 所以他很敢 他感觉好像他一直 感觉其实中俄也有护别苗头的味道 因为中国在 中国在七八月间 也是根据路透社这些外电媒体 CNN啊什么什么 什么所谓的外媒报道 你们那些金融时报啊 你忘的 对金融时报报道 说试射两次 其实不是只有两次 他们是试射三次 少了一次 中国试射三次 而且其中有一次 他在发射了之后呢 他同时他可以在南海 他的这个发射的基地附近 再发射一枚 所以这个让俄国跟美国有点讶异 不是只有美国 俄国也很讶异 因为他们都只能发射 直接单纯的飞弹试射 到目标摧毁了之后呢 成功 但中国在发射同时 可以再迅速发射另外一枚 那不管你说是另外一种 这个靶弹或者是干扰 或者是那种 另外一种圣东极西的战术也好 表示他可以同时间追踪锁定 然后同时发射多枚 而这一个这一转型的 这个高超音速飞弹 中国也好俄罗斯也罢 都可以装载核弹头 所以美国跟俄国才会 同步的都感到惊吓 尤其是美国吓一跳 想说中国的技术怎么 可以这样子同时在南海 又发射一枚 所以其实现在美国也在 加紧的这个 加快他们的脚步跟速度当中 但是你现在才来讲说 因为我记不记得川普在卸任前一两年 曾经讲过说 什么这个也是类似高超音速的飞弹 我记得他用错了这个名词 讲到跟水有关还是怎么样 然后大家就听了一头雾水 他在讲什么样的一个飞弹 其实当时美国就是在讲这一枚的 但是显然从这个 现在的这个世界大国的局势来看的话 美国恐怕对于这种外太空的武器 尤其是很多的世界各国的专家都会把他比拟为像 X37B美国当时在研发的外太空的这个武器 可以去击毁这个卫星的这个杀手 这个这些比较能厉害的从太空然后往下这个坠落的时候 那是几乎没有办法可以去防御他 但是呢现在美国很明显的我刚讲的就是 他对于中国跟俄国发展的这个恐怕资讯掌握的有限 韩炳刚讲到说 是不是有一些是俄罗斯还没办法做到大陆方面可以做得到的呢 大陆这个集音速是类似美国的X37B吗 而且我看到一个报导提到说 中国的航天科工集团证实腾云工程进行首飞 而且还获得了成功 说这里面有包含一个空天飞机 是他这个项目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 这个他说这个是以高超音速在大气层飞行 是21世纪世界各国要争夺制空权 非常关键的一个武器之一 所以哇不得了了 俄国可以做得到 中国又做得到 那美国呢还做不到的话就会急 所以美国国防部现在宣布成立一个单位 是要监视空中不明飞行物体的情报单位 有人说你是要监控外星人吗 是要防范什么呢 结果是不是其实是为了要监控中俄呢 当然不是为了监控外星人 基本上外星人如果能够穿越 这种几百几千光年之外 来到地球的话 他们的科技大概是人类难以想象 你监控也是白监控 所以他当然还是要监控地球上我们自己 所以人类永远是以人类自己为敌人 那但是在这个高超音速武器上面 其实俄罗斯因为他过去经济状况的一些问题 他到最近这几年之后才慢慢开始重新开始这些计划 所以在这一方面他其实相对来说一般评价 认为他比大陆还要相对比较落后一点 大陆的累积经验比较丰富 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最近也蛮戒身恐惧 因为美国过去一直以为在这个领域 他是遥遥领先的 但他后来看到老共也开始做了之后 他开始紧张了 特别是美国过去这几年 也因为他们自己 包括相关预算的关系经济状况的问题 他认为他技术领先太多 他不需要那么急的去研究 结果没想到老共 短短几年之间就追上来了 所以他开始是要担心的 除了他一方面发展这种防战监控系统之外 他最近也投下大笔的资源 在加速他这个极音速武器的发展 因为过去美军其实对飞弹本身并不热衷 他要的是飞行器 但现在他觉得飞弹也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不赶快研发相应的 极音速飞弹的话 你可能要被中二超车了 所以这新的人类新的一波武器大赛 其实真的已经开始了 只是台湾跟这个东西无缘 我们还是要好好关心自己的生活 会比较好一点 来 谢大师 我想这个就是将来这个战争中的杀手剑 这个天下武功唯快而不吹 所以现在这些武器最重要是你无法拦截 所以你建立了什么天网 这些武器真的如入无人之境 你还没想武器已经打下来了 这就是这类武器 美国人现在非常恐惧 请教官下招集力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数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达成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 支持中天三步骤 每天跟我这样做 请您在中天所有影片的下方 先按赞再留言 以及为别人的正面留言按赞 然后分享连结出去 每天做好做满 支持中天三步骤 按赞 留言 分享 一起成为监督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